老師我可以用這個紅色 其他一個都是正常 好的那老師您剛剛進到我的這個部落格文章不知道有沒有認真看齁 其實呢它的白板不只是有一個齁 你往下走齁 剛剛這個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還有圓規 你看我寫部落格還算認真嘛 認真 我都把那畫面抓給你看 其實我用錄影的也可以 但是這個我是錄完影之後轉成影片 轉成GIF動畫 因為這樣子你不用按Play它就會播了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它還有這種模式喔 你們剛剛有試過嗎 Spotlight 對對不對Spotlight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是讓它焦點就比較聚焦 在某個區塊它不會亂看 你看還可以打開偷看一下有沒有 哈哈哈哈 嘿 你們剛剛沒有玩啊 好 在這裡有沒有發現有多個白板不夠寫 我這裡有寫 測試我增加到75個還可以用 我們教室沒有那麼多白板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進入白板模式幾家 你看下面這邊 這裡 哇這裡被擋住了 我把它拉到旁邊這樣 有沒有看到這裡這裡增加 你看我剛剛寫的是白在 所以如果不夠再增加一個 有沒有第二個 No.2 所以老師 我現在也常常寫版書 只是我寫的是電腦書 重點是如果你 老師寫這個很辛苦對不對 有空可不可以存起來 可以啊 但是你每次都在白板寫嗎 不見得 因為我們醫學院有時候會不會需要一些醫學的圖 我在上面畫給你看也可以啊 不管是你的拍照 所以呢您可以怎麼樣 您來這邊看一下 我先回到這裡 有一個網站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去過 在 我看一下 有去過這個BIO Digital Human嗎 應該有吧 你看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這個啊 你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這樣線上講解人體比較容易 有沒有 重點是這是互動的啊 我在互笑聽到 這樣好像不大對吧 所以我們的肝膽在這邊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要停啊 然後呢 然後有些老師 老師您上課都用經文還是中文 中文嘛 所以你知道 同學應該要按哪裡了吧 因為這個可以直接就放 他會比較容易看啊 他會比較容易看 當然我們考試的時候就不用嘛 但是呢 我們來看這邊 你看他在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可以開 肝嗎 肝要不要看到 我就把它關起來 肝就不見 肝要不要看到 你就找那個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了 肝已經藏起來了 是不是覺得看膽 進去 用滾輪進去 所以我要在這邊講解 除了直接用那支筆 我可以拍照 可以 所以這時候叫出來 有沒有看到一個拍照 你可以選擇全螢幕 還是 某個區域 某個區域 好 拍這一塊 喔 我們就要講這一塊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嗯 好 確定 好他就問你囉 請問 你現在要直接存檔 還是要把它放在一個 我的板子裡面 媽呀 太厲害了 老師連這兩個字都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原來 不用花錢 就這麼多好用工具了 有時候你花錢 還買不到好用工具 這才是最大的動容 真的 所以我今天 假設我放在新的好了 新的 然後我就告訴他 我要open 來這裡 open在這裡 有沒有 又新的出來了 這時候你在新的白板裡面 你再做講解 好 好 一樣啊 在這邊 同學我們看 膽在這邊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 膽總管 總管 總管 還有 謝謝老師糾正 平常老師上課才會用到 一般老師上課不會特別用到 對啊 對不對 那這個聖結堂啊 橫結堂啊 橫結堂啊 降結堂啊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這個 這個是糾尾啊 在這裡是那個啊 那個修果餅啊 下面叫糾尾 缺尾叫糾尾 原來我部落格有寫 哈哈哈哈 在這裡 我看一下上面 有沒有 進到 沒有 沒有 我是沒有用到 忘記了 反正出戲有啦 我記得我好像有寫 好 所以 我們把它測試的比較完整 讓大家玩一玩 有沒有 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其實 教學情境你怎麼用 看你 重點在於說 工具好用 但是你要 能夠融入到什麼 老師的教學情境裡面去 對不對 不然這個工具也只是我用而已 所以 這個是 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其實這個 還蠻好用的 OK